最近小周看了一些新闻和文章 其中关于台湾的负面新闻居多 但是有一种感觉是现在的新闻 或者一些文章越来越难以改变大陆人的心态了 反正我不信 大家好像也不是以前的韭菜了 为何这样说呢 因为大家经历了经济的下行 经历了疫情的洗礼 当然还没有结束 还经历了各种社会事件和一些国际事件 养成了一种新型的阅读习惯 那就是不看文章 不看新闻 不看专家点评 直接看评论 但是小周必须都得看 因为我只有看了文章和看了评论之后 才能揣测一下大概的意思 然后再与台湾的网友分享 其实有一些观点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比如在某论坛上 有位网友说 看多了台湾的负面新闻 真想去台湾旅游 请问这种心态是不是很普遍呢 其实我想说这种心态的确挺普遍的 仅仅代表个人观点啊 因为我发现大家都有了一种求真的心态 这是通过评论区而得出的 也就是台湾到底是怎样的呢 我现在不听你讲 也不听你说 我要自己去看看 那么这种心态 我个人觉得就是一种成长 很遗憾目前非必要是去不了台湾的 矛盾吧 目前我咨询了一下 如果个人去台湾的话 是没有办法办理旅游签证的 以旅游的目的去台湾是办不下来的 除非先辗转到香港 然后再办理医美啊 或者医疗就医等签证 或者你有合理的理由 得到出入境管理机构的认可 但是这样的话成本就大大提升 也不符合很多工薪阶层的要求 大家都是难得有一些时间 放假了想出去走走 想出去看一看 尤其是去台湾转转 但程序太复杂的话 时间成本也确实不允许 所以就产生了很多想了解台湾的网络问题 比如说台湾到底怎么样的呀 台湾人是怎样的呢 台湾的环境如何呢 台湾现在发展的到底怎么样呢 蔡英文是不是真的不受待见呢 台湾人是不是都讨厌大陆人呢 等等等等问题 根据小周的了解 目前在网络上回答问题 大家一般情况都是复制粘贴 复制粘贴 很少有能真正写出台湾真实模样的文章 但是我相信有一部分网友是能写出来的 绝大多数都是用别人的观点来去帮助别人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台湾 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出于好心的 并非坏心的 但是坏心的咱们也不能排除 只是目前我们在网络上 很难接触到台湾的最新真实的消息 比如 有网友复制粘贴说 台湾人极度的媚日 也不知道这个观点是从什么时候成为大家的共识的 凡是讲到台湾的时候 几乎都要提到台湾人非常喜欢日本人这一特点 反正自从我上大学开始 耳边就有这样的论调了 而且还会举各种例子 小周就想说 其实台湾人喜欢什么人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在介绍台湾的时候 不要把这种主观的判断写在里面 然后再传播给别人 因为我们要考虑到信息的滞后性 考虑到真实性 比如 这一段 看似描绘得很真实 其实也不一定 台湾人极度媚日 我们自由行 有一次一位女孩的雨伞坏了 在酒份买伞的时候 一位台湾中年妇女就对女孩说 你们大陆的伞质量不行 我的伞是日本的质量很好 巴拉巴拉巴拉 靠背了 一把破伞也能秀出优越感 我都无语了 这群人智商得低到什么程度 才会想用一把伞一绝高下 台湾有很浓厚的日本痕迹 比如路上没有垃圾桶 很讲礼貌 很多人会说日语 但是最让我无语的是 他们竟然不觉得日本曾经侵略过台湾 我之前去高雄打鼓纪念馆的时候 有一个五十来岁的大爷讲解的时候说了一句 日本人统治时期 其实这话听着没啥 但仔细想想 我们一般的说法都会用统治 而不是侵略 后来想想他们对历史的看法好像确实是荷兰统治时期 日本统治时期什么的 就无语 台湾伟省长蔡英文发的推特从来都是英文和日语 放着自己的语言不用 要用英语和日语发推 如果这位网友描写的是真的 那么中年妇女说的雨伞也不是破伞 因为雨伞在下雨的时候 要是有问题很头痛 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但你的衣服湿了也是挺恼火的 日本雨伞和中国雨伞都有好有坏 要看整体的质量和口碑 对比过的人最有发言权 在下面就是一些关于台湾真的是遍地诈骗犯啊 台湾好吃的真多啊 以及蓝营绿营之类的长篇大论了 小周个人感觉很多人好心想办事情是介绍台湾 但是多数除了台湾的美食以及台湾的风景 好像没有什么其他好的了 那这种介绍也不算什么介绍 好像是一种贬低 或者不太想让大家了解真实的台湾一样 台湾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 每个人感受都不同 推荐一个地方 我们把自己知道的好的一面传递给大家 不管是哪里 我觉得都应该是一样的 但有时候作为大陆人 我们应该学会屏蔽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因为你复制粘贴的文字 很有可能也是被人复制粘贴过来的 在这个世界上喜欢日本人的还有很多 如果是宏观的评价一个群体就不能牵扯到政治 就像前一段时间 苏州有位美女穿和服 在日本风行街被带走 小姑娘就是拍拍照而已 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跟政治挂钩 不能说政治上跟日本有仇恨 就不能喜欢日本 就不能穿日本的衣服 那日本的东西 我问你 咱们要不要用呢 日本的技术 咱们要不要用呢 台湾人不是今日 而是哪一个群体有礼貌 哪一个群体的人实在 哪一个群体友好 他们就喜欢哪一个 如果我被日本人善待了 被帮助了 我一定也会说日本人不错 用到日本的产品好了 我就一定会说好 日本人造的不错 质量过硬 但是我不会反过来贬低大陆的产品 也更不会贬低台湾的产品 因为我仅仅是就事论事 就产品论产品 而且我不是一个总说人家这不好 那不好的人 大陆有大陆的问题 台湾有台湾的问题 不要总弄一些负面的新闻 在大陆说台湾负面新闻多了 会适得其反 会让很多人想去台湾看一看 在这里我想纠正看到这个视频的大陆网友的一个观点 不要总认为台湾人就不喜欢大陆人 台湾人觉得我们素质低 去旅游 那就要纯粹的旅游 不要谈政治 不要谈让人感觉不愉快的事情 好好的玩 跟当地人交流 我相信你带着诚意 善良去感受台湾的风土人情 台湾人绝对不会看不起你 反而你获得的是热情和值得信赖的感觉 小周总是说台湾好 不说台湾不好 因为我接触了台湾人或者是没有不好的 我的圈子就这么小 除了工作上跟台湾人有接触 做节目跟观众有接触 其他的都是新闻或者节目传递给我的 我一概不信 所以 第一 我不想把一些东西延伸到政治话题里 第二 不想延伸到仇恨里 这也是为什么我粉丝增长比较稳定的原因 整个过程称不上快 但是都是我的好朋友 对于节目视频的播放量 以及获得的收益 我当然想要 但是我不会强求 时间久了 一切会水到渠成 况且我真的不是靠这个来生活的 一份工作 一份收入足矣 有外快更好 没有外快也不会不择手段 我是小周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